本所巡捉高晨毅警員鄭仲勳於4月28日20時50分執行巡邏勤勤 巡經建國福德入口時發現一部製小客車車牌貼著反光貼紙停在路邊 警方遂上前盤查警主上前詢問為何停在路邊 男子神情緊張地說在等人 經員警查詢駕駛身份後意外發現弘信男子系屏東地檢署 112年4月發佈之公共危險通緝判 警方問弘南是否有案件沒去報導 弘南表示案件都有定群去報導 鄭更頻頻直呼怎麼可能 但電腦查詢結果 弘南三天前已被屏東地檢署發佈通緝 弘南不敢相信 鄭仲勳議員立即將對弘南進行全力告知 並將其逮捕解送歸案 弘南事後向警方表示 並沒有收到案件通知 所以才不知道自己被通緝 林亞混群呼籲 民眾若有收到法院或地檢署的司法傳票文書 務必依指定期間道案說明 以免損害自身權益 警方也將持續查詢布法 提供民眾安全的生活環境